北京时间11月12日 乒乓球界传来关于孙颖莎的最新三大好消息 1.回归正常训练的孙颖莎 近期根据相关消息报道 孙颖莎已经从河北返回北京 并已恢复正常训练 这一消息对于乒乓球迷来说 无疑是一大喜讯 此次回归 标志着孙颖莎已经从之前的休整状态中走出 正式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 为即将到来的福岗总决赛单打比赛 做好充分的准备 作为我国乒乓球的重要一员 孙颖莎的每一次出战都牵动着无数粉丝的心 而她的每一次训练 也都是对自身技术 体能和战术的进一步磨练和提升 2.女单世界排名稳居第一 根据今日世界乒乓球联合会公布的第46周世界排名 孙颖莎已高达10800分的积分遥遥领先 稳居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 这一成绩的取得 不仅是对她个人实力的最好证明 也是对她过去一段时间 心情训练和比赛的最好回报 作为我国乒乓球的骄傲 孙颖莎的每一次进步 都离不开她的不懈努力 和教练团队的悉心之道 而她的成功也进一步证明了 我国乒乓球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3.深受网友喜爱与支持 除了在赛场上的优异表现外 孙颖莎还因其阳光的形象 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深受网友的喜爱 在最近的一次网友票选的 最喜爱运动员活动中 孙颖莎获得了高达 2623万的推荐票数 这一数字充分体现了 她的人气和影响力 这也说明了 她在赛场内外 都展现出了极高的职业素养 和人格魅力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与支持